17日晚小S上传一段在姐姐家吃家常菜的视频 视频中他大赞姐姐家的米饭煮得好 并喊话饭真的很重要 如果连饭都煮不好凭什么去学做菜 网友纷纷留言肯定是喝酒了 酒干饭谁重要 敢素颜然后胡说八道的女明星 全世界只有S你了 今天来吃姐姐做的菜 我大姐 大S排行老二 我老三 我大姐是排行老大 就是一些家常菜 家常菜现在是我最爱的菜 有了家常菜 心里不孤单 但是除了家常菜之外 他们家 让我一直很称赞的是 他们的饭煮得非常的好 他老公都会把白饭跟 糙米是不是 糙米 放在一起煮 所以吃起来的味道就是 水分拿捏得刚刚好 然后就一切都 我这个人还是很在乎米的 你配什么菜都OK 我在这边呼吁 连米都煮不好的人 你就不要再给我钻研菜怎么样了 米最重要 我吃过一大堆大餐厅 米 什么红烧 狮子头 什么牛腩宝 炸排骨 就翻译出来 不是太黏 不是太硬 不然就 我不懂 如果你连饭都煮不好 你凭什么 去学做菜 所以对我来说 我大姐家最迷人的 所以第一个No.1就是他们的饭 再来就是我大姐 清新 简单 舒爽的菜 不多加东西 我们要不要再带来 词